本章主要分享的是散户股票投资的心得分享 我曾经遇到一位老前辈 他提到,他说玩股票的时候要问你自己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这一档下去,你要赚多少 也就是说,他的比率是多少 也就是说基本上你都能够算得出来 你也要必须了解说,到底你做这一档的原因是为什么 你的获利点跟你的停损点在哪里 也就是说,你大致上会赚多少 这是一个比率问题 那第二个部分的时候,本身要看的是赚赔率 也就是说,到底是三赔一的多投 还是一赔三的空投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假设比例来讲,我们今天讲这只股票上涨的部分的时候 他可能会往上走三个 也就是说,你一块你会赚到三块 赔你要赔一块的情况之下 对你来讲是划算的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是一档股票的话 他今天可能只可以赚到0.1 可是赔的部分就要赔成0.3 那这样的股票就不要去做 所以做多跟做空,它本身是一个技术能力的累积 也就是说,你到底实力够不够 要等你有没有赚到钱 赚的够不够久 跟你的存活时间是有很大相关的 所以我们今天常讲,假设比例你今天有100万 那你在投资股票,如果你没设停损的情况之下 你100万变成50万 对你来讲,你的损失率是5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今天要把50万再变回去原来的100万 你的获利是100% 那我们今天在讲这东西 如果我们今天要获利 如果说单纯以盘整的情况之下 大概获利都是2-3%是有机会的 可是在多头的机会的话 当然你有可能赚到涨停点 就是7% 那随着时间的增加的话 你可能就会有一个%数 所以我们今天来讲 如果说你赚20% 我个人觉得是有机会 可是你要赚到100%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那如果我们换算另外一种角度来讲 如果是100次1%呢 这个可能就会有机会 那你就要去思考说 你要赚1%要赚100次 你靠什么技巧 你靠的就是当中技巧 跟技术分析的技巧 你不大可能靠基本面的技巧 去赚这个1% 100次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赚5次的20% 那你今天走的就是波段 就是说你就今天 你要对波段本身非常了解 那如果说你要做一次赚到100% 那你当然就是基本面 所以你在玩股票之前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想象看 这一档股票 或这几档股票 你到底要赚多少% 那最后第二点的部分的时候 讲的就是赚赔比率 到底是可以赚三倍赔一倍 那当然这部分我们要赌 如果是赚一倍赔三倍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或者说我们今天讲的说 你完全没有这种胜算的可能性 像盘整的部分的话 那你没有胜算你就不要去玩 所以玩股票的时候 一定要问自己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可以赚多少 那赚赔比率是多少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你才可以让自己的学习的 这个阶段更有踏实的感觉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寅 我是玩肖利的沟通作者 谢谢 感谢 чет 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